大家好,欢迎来到梅西彩味 炒杏鲍菇时有人直接炒,有人焯水,其实都不对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酒店大厨经常用的做法 简单一炒都鲜香美味 如果要说比肉还好吃的素菜 那杏鲍菇肯定是榜上有名 杏鲍菇它的均肉肥厚,吃起来肉肉的 而且呢,带着杏仁的香味 特别脆嫩,越吃越香 但是朋友们总是喜欢一来就烧水,营养都流失了 下面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杏鲍菇在做之前,我们先用面粉、盐水清洗一下 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的去除杏鲍菇表面的杂质 而且呢,除菌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最后我们再用清水清洗一遍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杏鲍菇对半切开 不要切得太小 这样就可以了 直接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香气之后蒸三分钟就好 这个时间我们来切一点配菜 准备半个红椒 一根青椒搭配色彩 红椒去紫后切成宽条 青椒也切成宽条 装入盘中备样 再准备几瓣大蒜 半截大葱 大蒜切成薄片 大葱切成麻蹄片 放在一起备样 这会儿杏鲍菇时间也差不多了 变色就可以取出来了 一盘好吃的杏鲍菇都有哪些标准呢 必须是干香有亮有嚼劲 入口有鲜又辣那就是完美的杏鲍菇 而且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动刀 一出锅先放入量拔开中过量 而且必须手撕杏鲍菇 杏鲍菇呢用手撕成长条 撕开的杏鲍菇 表面是不规则的 所以这样会更容易入味 现在先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锅中烧油 油热之后把葱蒜片放入锅中 炒出香味 之后我们下入青红椒 翻炒半分钟左右 现在加入杏鲍菇 大火快速翻炒均匀 然后开始调味 锅中加入一小勺盐 半小鸡精调味 再来少许的生抽 大火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装盘 这样一道精致的树草鲍菇就烹饪完成了 简单的美食才是家常的 而家常的美食一定是美味的 因为只有美味的才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一年四季一日三餐 让我们百吃不厌 这道营养美味的青草杏鲍菇 更是如此 大家做的时候 只要记得我们分享的小小技巧 这道青草杏鲍菇的灵魂 你就分分钟掌握了 不是直接炒 也不是焯水之后再炒 是为什么呢 因为直接下锅炒 会使得杏鲍菇散色水分之后变黑 焯水呢 又会把杏鲍菇的香味去掉 最后导致杏鲍菇不香 所以您记住了吗 喜欢记得收藏起来试试哦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你给我点个赞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你也可以关注我 我是姚姚 感谢您的支持